在社聯超級區議會議席候選人論壇的發問環節 有不少人提問到關於長者照顧、殘疾院舍、強積金和全民退休保障等問題 立一個院舍服務規劃委員會去協調一下他們的部門之間 大家協調的溝通 很多東西在推卸責任 另外我們亦希望在新建的屋邨裏面 可以預留一些地方給我們做興建院舍 我們聯席其實都在之前寄了信給國政黨 希望支持我們聯席的訴求 這個問題是先在同身立的 不好意思,我首先一定要說明民主黨的意見 我覺得是重要的,因為我們是很小心想出來的 第一,我們覺得增加智障的院舍和評估服務中心 也要支援照顧者加強社區教育 讓他們更加認識失智症和及早處理患者的方法 至於你所說的,其實講到底就是資源的問題 我覺得在香港現在本身已經這麼富裕 以及已經有這麼多財政的盈餘之下 儲備,我覺得是絕對絕對,正如開場所說的 其實是可以做得更好更好的 我真心說,曾蔭權其實是將一部份的資源 真的押了過往幾年,原本留給唐英年用的 但現在梁振英如果不用,我覺得是絕對對不起整個社會的 好,馮檢基 都是政府的思維,究竟怎樣看身體有殘缺 即是智障,剛才的長者,殘障人士都是 即是你怎樣看這一批人 即是我經常都覺得,如果真的在身體上照顧不到自己 這個一定是政府的責任 我們完全有足夠的資源和物錢 是做得到,包起這些人的生活問題 如果我們生活有能力的,我們應該有能力不同程度 用不同程度的方式,讓他透過工作賺到某個比例的錢 當然最有能力的最低工資,被寫企,是另一個方法 剛才你提的那三件事,我記得在立法會一次你們請願 我來都親手簽了名給你們 原來文協都回覆了你們大家 所以我都不重覆,都同意你那三個要求 不過我覺得政府一定要有一個規劃 剛才我一開始提的那個社會規劃的計劃 一定要政府快點做出來 讓政府讓我們看到這個意志 和讓社工界和社福界 以致我們的家長都知道整個社會 未來怎樣走,怎樣做 這個規劃一定要政府做出來才行 好,到陳婉嫻 因為當初我還在立法會四年前 我們在一個宣察小組 專門看那些智障的小朋友 很多家長在心上經常說很多話 他們經常說,政府麻煩你快點做個院舍 你知道大家都存在各種困難的事 即是說你剛才提的那些,我當時的立法會都說了 我實在是完全同意你們做法 也都覺得政府要撥資源,令大家不用那麼困難 我好想強調這件事 其實當我們去到一個不論老人家 不論智障,不論一些人士等等 一些弱勢社群 實在在,需要政府的政策去幫忙才行 所以你說我們既然支持其他人 我看不到我們有這個不同意 好嗎?所以你不用擔心 好,到何總任 有關各種宿舍,包括商賊人士 老人家的護養院等等的宿舍 政府真的欠了社會很多 現在的輪候時間是根本不可以接受的 有些是七八年,有些甚至是更久 有些是更久 十年也有 即是這個呢 一出世排都要等十幾年 你怎麼搞呢? 所以我們其中一個建議是這樣的 就是在一些新的發展那裏 例如一些新型的屋村那裏 其實規劃裏面 在政府的設施那裏 其實可以餘留一些地方 是給這類的宿舍的 即是要它定立一個目標 全部有一個發展的 一個考慮 其中一個就是要 這個宿舍 告訴大家 你想入住屋村 你不要有什麼抗拒 大家很清楚 實際上的社會也不應該有抗拒 所以我們現在要政府承諾 做這個全面的規劃 希望我們會盡早解決問題 在答問環節 四位出席的候選人 對低收入補貼 向護老者提供津貼 甄撥資源照顧老人 及殘疾人士 以致全民退報等議題 都明確表示支持 不過 表態還表態 有發問者就追問四人 如果當選 具體會怎樣實踐承諾 在座的准議員 當你們獲選為QTOP議員的話 這是大東雲組別 你們怎麼會發揮你們的能量去解決 今天所提出的主要兩點 一個就是他保障 第二個就是福利提升 這個長者的福利提升 陳婉嫻 開始回應 怎樣令到政府 真的去做到 剛才說的兩件事呢 第一 我先迫他 我做最低工資經驗 迫他 我叫所有沒有去做的 所有低收入人士 不做事 拿中環 他就算數 同樣都是 我們現在要迫那個 所謂叫山國金 那現在那個二千二元 他就說 這叫特惠山金 他就要你七十至以上的人 都要資金審查 我們原來不用 我們迫他不需要做這件事 如果我們再迫到三千元 我當我們一路能夠迫到他 我估計 對於現在我們傳聞那個 是有一個這樣的內容在書 我們都是三千元 變成這樣的情況 我們大家有一個怎樣說的 是要用一些 中期的個人當中 逼他回到我們現在的內容裡面 去放上去 我想這個是 需要和大家一起的 另外第二個 就是怎樣才能福利提升呢 我一直想說 其實過去我們一群人 來到這裡經常都說 拜託九七後出了那麼多問題 寫上那麼多貧窮 困難 上了困難 兒童困難 轉了困難等等等等 就一直都沒有檢獄政策 必須做個全部社會的政策 一個一個討論 不能夠現在他回歸之後 取消了所有 我們以前有討論的 現在政府沒有的 我覺得這個很根本 謝謝 好 謝謝 到何俊仁 其實以往兩個特首 最大的思維 就覺得 搞大個餅 賺到錢 留點餅碎下來 就各個人都可以 這樣 這當然是錯了 所以後來大家 看到經濟好的時候 一樣工資是下跌的 所以大家看到貧富 越來越懸殊 所以我覺得 就是 退休保障是需要的 這是一個解決貧窮的問題 其實我們 在立法會裡面 是逼她交那個報告出來 因為民間有了研究 政府未曾回應 她有了報告之後 我們要凝聚力量 就真的要大家一起了 到時候 我相信 阿蘭嫻應該和我 站在一起 用多點力 用我們的票 去逼政府做 你不去 用大的力度 她是不會聽你說的 至於掌証 我們同意規劃的問題 在我們的福利委員會 都說了很多年 幾年 就覺得 不能夠再每一個 五年或者十年的規劃 因為起碼是你的目標 所以我們回去 一定會全力做 我相信 這是在有共識的立法會裡面 好 到陶謹申 我在想 你在想什麼 但是我在想 就是 如果這五個當選的 所謂 你用你的時間 有能量的人 如果能夠在某些議題 結合一起 其實是挺厲害的 特首很難頂 因為她只有六百多票 我們幾十萬票 一百多萬票 但是問題是 現在政府 還沒有選 找了我們其中一個 七個候選人 其中一個 進行政會議 所以我不知道 究竟 是否能夠 五個當選的 能夠結合到 第二 就是 如果最近 當然是 由聯署一起 施壓 如果今天沒有人民力量 我不是代她說話 她就會叫我們五個 一起辭職 全民公投 一件事 但可能你又覺得 這樣又太厲害了 是不是對 我不敢說 不過 她中間 由最極端 最溫和 所謂聯署 其實還有很多事情 我相信可以做 但我即時回答不了 你 不過最重要 是否這五個 絕大多數是齊心 好 馮檢基 現在講的方法 不是講內涵 其實有三個人當選了 我假設數字差不多 其實等於過半數 今天我們四個坐在那裡 有兩個不肯來 我就一定是 不用理那兩個 即是我們四個 如果當選的 四個我們願不願意攜手 一起爭這件事 我相信我們民主派 這三個都肯 希望閒姐加入來 四個 是吧 那我們過半數 還是絕大多數香港人 這是第一點 給我10秒 阿基 我答你 在民生 是絕對的走馬上 好 多謝你支持 多謝你支持 第二點 請大家 爭取 全民普選特首 因為我們怎樣爭取 這四個站起來 都不是我決定的 是特首作主 一天的特首 都是代表工商界 代表有錢老的 你信不信他幫我們 我便不信了 麻煩你 17年普選特首 我們每一個人都有份信他 那他不關顧我 你不用做 對不對 到了總結環節 馮檢基表示 解決社福問題的根本方向 是改變政治制度 陶謹申認為 本港現時有較多的財政儲備 如果梁振英不再改善社福 就是大罪人 何俊仁就呼籲要爭取雙普選 指出只有民主制度 才能夠改善民生 陳婉嫻就要求大家 放下政治旗見 團結爭取改善社福問題 2012立法會選舉 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 有七張名單參選 各名單的首名代表包括 柯俊仁 陶謹申 白雲琴 劉江華 馮檢基 李慧琼 陳婉嫻 柯俊仁 李慧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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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慧琴